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2日 星期五 昨天是農曆7月14日 其實我昨天應該說一下鬼故 但一時就醒不醒 現在補回 踏入農曆7月 不少市民會按傳統 在街上燒街衣 準備好香燭 紫冥 冥超 白飯 花生 水果等製品 超度亡魂 不過有港女在討論區發文兔苦 她說慳劍盛盛的婆婆 日前外出拜祭之後 當晚很好菜 吃到一半的時候 吃到灰 婆婆淡定地表示 是燒衣的灰準 說她不用怕 其後更加爆出 更加驚人的消息 紙桌上的食物 是人家拜祭留下的祭品 這條港女當然大吃一驚 該名女網民在香港討論區發文 主題是 婆婆竟然收拾人家的祭品 回家吃 她說婆婆一向很省家 但日前婆婆出街 拜祭燒街衣之後 晚餐變得非常好菜 有豬 有雞 但是吃到一半的時候 竟然吃到灰 看真點 食物上面還有些黑色點點 我立刻套了出來 婆婆還很淡定地說 應該是燒夜的灰 還叫她們不用怕 即是叫她家人 原來這麼好菜 是因為那些都是她拜完拿回家 她坦然不太介意吃拜祭後的祭品 我都明白吃得不要浪費 不要浪費食物是好事 但是婆婆還拿其他人 拜完留下的祭品回來 這樣做真的好嗎 先不講食物衛生問題 人家說了都拜拜 是給鬼吃的 這樣拿回來好嗎 講一點自己的經歷 我是有吃 我很小時候去荃灣區 葵葵葵他拜完之後 是有吃的 我們找雞吃完 不就是拜完我們自己有吃 但當然不會執人那些 婆婆就 你們怎麼看呀 這位婆婆 多個網民都說 事主的婆婆很大膽 呼籲事主應該和老公 反映意見一起吃的 對不對 拿自己拜的沒有問題 吃了求平安 但是拿別人的東西 真的不是這樣 我也同意 吃完撞邪 或者肚子痛 都可以很嚴重 不要做這麼恐怖的事情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呢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頻道 與費贊助 多謝支持 非常支持 有能力的聽眾 多謝你們拜拜